大家请看这幅画 这是一个诗壁画 是拉斐尔在大约1510年期间 创作的一幅诗壁画 它是坐在梵蒂冈的教皇的嵌子厅里面 现在称为拉斐尔房间 它是其中的一幅画 这幅画是文艺复兴的一个鼎盛世纪的一个诗壁画 大家请看 它采用了非常立体的透视方法 在左侧是太阳神阿波罗 在右侧的一个雕像是雅典娜女神 它汇集了50多位古希腊罗马和作者当时来的人物 大约50名左右 你看这些50名的学者 他们之间都有不同的体态和形色 他们并不觉得很乱 他们在这个舞台上非常地合理 而且这50个人好像分成了不同的小组 而每个小组人和人之间都有一种互动 这可能采用了达芬奇多人物的画法 大家可能知道最后的晚餐 你看那每个人之间都有一种合适之间 特别和谐的一种互动 而且在这个绘画当中 这个作者 他脑子里画的人物 好多是他熟悉的人物 比如 米格拉雅基罗 或者达芬奇 和他同时代的朋友 这幅剧著 可能是汇聚了西方文明 这个智慧的结晶 这是个舞台上 是个精英的聚会 大家看这幅分解 这是中间最显著的位置的两个人物 左侧穿着红色袍子 右手指向天空的 是大胡子 他就是人们熟悉的柏拉图 他倾向于心而上学 是维心主义 所以我想他是指向天 右手侧 他的右手抚向大地 抚向人间 他比较倾向于这个人间 世界 他就是 赫赫有名的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可是著名的 军事家 哲学家 科学家 医学家 思想家 他两个放到最显著的位置 也体现着作者 对他两者的尊重 也是古希腊哲学 最有名的学者 很有意思的是 大胡子 他采用了 大芬奇的原型 而右侧 据说他采用了 是米开朗基罗的原型 他对这两位 他对这两位人非常尊重 在看这部分 最左侧 身穿盔甲的是亚里山大大地 大家知道亚里山大大地 他创建了马其顿帝国 他创建了亚洲 非洲和欧洲的一个大地国 在左属第二位 他是安提西尼 他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弟子 他戴着黑色战帽 在听苏格拉底的讲述什么 他是圈辱学派的创始人 他认为人存在的 唯一的目的 就是追求幸福 在右手第二位 脱塞的人 他名字叫森诺芬 他也是苏格拉底的弟子 他是著名的军事文学历史学家 他住有希腊史 那么右侧第一位 那就是苏格拉底 好像苏格拉底和他弟子们 正在争论着什么 也可能在教授他们一些哲学思想 他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 大家看这个分解 左手第一位 带着树叶桂冠的 手拿本书 他是伊碧纠炉 他是这个学派的创始人 他认为人的幸福 是追求心灵中永远的快乐 左侧第二位 带着白色头巾 右手扶着胸前的 他是中世纪的阿威罗伊 他对中世纪的伊斯兰哲学 宗教医学 有很大的贡献 他结合了亚里斯多德的一些思想 他对柏拉图理想国 有很深刻的注视 前面那个光脱的老头 拿着个笔好像在看着什么 他是德莫克里特 大家肯定熟悉 他认为原子是构成世界的最小的威力 不可再分 再往左侧 拿着大本书 拿着笔在写东西的 他就是大家熟悉的比达格拉斯 大家肯熟悉叫比达格拉斯勾股定理 再往右侧 身穿白色 帮子 披肩发的女士 她是希腊 女数学家 西帕提亚 她可能是作者按照她 作者的情人的形象所画 在最右侧 她是巴门尼德 她是扭着身子往左看 拿着本书 她是著名的哲学家 她提出了存在的问题 她认为宇宙只有一个东西 永恒不变 不可分割 所以她称为一 她称为一切皆一 大家看这个两个老头 他都看得看得比较孤独 最左侧 那是赫拉克里特 他是流辩论的代表人物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 在右侧 这个老头 光头 上神半裸 好像是 一个流浪汉 左手拿着一张纸 在读着什么 他就是 蒂欧根尼 全辱学派的代表人物 大家 他号召简朴自然 朴素的理想的生活状态 大家在看这幅画 大家看着那个老头 公之身 在地上拿着圆规 在画什么东西 他就是 有人说是欧基里德 那可能就是著名的书学家 也有人说他是阿基米德 可能就是物理学家 他提出了福利和杠杆的理论 再往右侧 背对于我们的 手拿地球仪的 那就是托勒密 他是天明学家 大家可能熟知 地心说 就是他的理论 再往前面 右手那个 叫天心仪的 一个大胡子 据说他是 索罗亚斯德 大家可能知道拜火教 是原来古波斯几千年的宗教 现在也有少许人 信拜火教 大部分在伊朗 再往右看 神身穿白色袍子 头戴白帽的 是乌尔比诺公爵 他是拉费尔的朋友 也是个艺术代号者 他是教皇的侄子 你看 这个拉费尔 还真的懂得这个人际关系 拉费尔 大家看最不起眼的地方 挨着乌尔比诺公爵的 那就是拉费尔的自画像 可以看出 拉费尔还是比较谦虚的 他把自己画在一个 最不显著的位置上 拉费尔往往 他把创作的时候 他有时把自己的画像 画在画的里面 这幅他的自画像 好像是他年轻的时候 他最喜欢的一个自画像 咱们前面也介绍过 你看 长得非常 跟他几乎 他得非常像 二十多岁 这幅剧作 大家 有了些了解 我非常喜悚这个画 关键是 它汇聚了西方 多位学者 也肯定说 西方文明 所有智慧的捷径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